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想要靠因行为来称义的这种念头 继续对上帝他儿子的福音救恩 应心到底的话 那他的结局就会像法老一样 神就任凭他心刚硬 最后就会灭亡 因此呢保罗就要继续来说明这一段经文 我们往下看二十五节 就像神在和西亚书上所说的 保罗就引用和西亚书 第二章的二十三节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 这段经文本来是 这个和西亚在责备 或是讽刺南国犹大的百姓 因为他们之前就瞧不起北国 以色列 然后呢就觉得以色列活该 他们因为这个对神不忠心 就被神狠狠的用灾难来毁灭他们 所以他们就南国的人就自以为义 但是和西亚他就说 如果这个南国的百姓 你们继续不悔改 你们的结局会比北国还要惨 因为南国的百姓 自认为在我们当中有圣殿 在我们当中有这些耶和华面前的献祭 所以我们有恃无恐 所以上帝一定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 那这个就是整个第九章里面 这个保罗曾经说的 不要自认为你们是所谓的选民 不要自认为连这个按肉体来说 连基督都是从你们的这个 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出来的 如果你们不愿意向神认罪悔改 接受因信称义的救恩福音 还想靠行为称义 那你们的结局就会像 那应心到底的埃及法老一样 是自取灭亡 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和西亚他原本是在称呼这些 不配当做神的子民 也不配蒙上帝所爱的这些北国百姓 他如果愿意悔改 神反而要称呼为 他是我的子民 他是我所爱的 和西亚书里面 和西亚有这个一些孩子 然后上帝就要他取名 叫不蒙爱的 另外一个叫取名叫做非我民 作为一种提醒 但是如果不蒙爱的 和非我民 事后愿意悔改了 那神就要爱他 神就要称他为我的民 26节 从前在什么地方 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就在那里 要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 这边继续引用和西亚书一章第十节 所以呢 这就是保罗在第九章里面所讲的 上帝的那个原则 就是在这个第九章的第十五节 引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 上帝对摩西所说那段话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死罪 所以只要他们愿意有一个悔改的心 我就怜悯他们 所以那个不愿意悔改的 而最后向我硬着心继续刚硬的 我也任凭他继续心刚硬到底 最后他就真的灭亡的 他没有资格跟我强辩说 上帝我不公平 我是公平的 因为你们每个人本来犯罪都该死 但是愿意悔改的 我就怜悯他 不愿意悔改 要继续硬着心的 那我就任凭你硬着心 到底最后你灭亡 我们继续往下看 二十七节 以赛亚先知他也曾经指着 以色列人喊着说 就引用以赛亚书第十章的 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 这个也非常符合当初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 他说你的后衣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 像海边的沙那么多 但是亚伯拉罕这些肉身的后衣 虽然多如海沙 但是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 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 叫他的话都成全 数数的完结 主的话是什么 主的话就是仍然是那个原则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愿意真心来悔改 回应我给你的救恩机会 那我就怜悯你 所以你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相反的 我不管你是 是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衣 我也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是继续向我给你的福音救恩 硬着心不悔改 就算你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衣 就算你是以色列的君王 就算你是力量强大不可一世的 埃及帝国的法老 你们的绝集 就是我任凭你们硬性到底 叫你们最后灭亡 那因此呢 保罗再次提醒这些硬性的犹太人 从以色列在旧约的历史来看 我们每一代人早就该灭亡了 每一代人都还有人存留下来 都是神给我们留下的羽种 都是神格外的怜悯我们 给我们留下少部分一些人 让他们有机会来传承下来 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救人的恩典真理 所以呢我们到如今 能够等到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这也是上帝在历史上 一直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恩典的作为 就是给我们留下余数 来能够来认识听闻救恩 因此真的没有什么好夸口的 他希望他的百姓 同胞们赶快来悔改 二十九节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 这来就引用以赛亚书一章九节 若不是万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 我们早已像索多玛 俄摩拉的样子了 再次用这个经文来提醒 以色列人你真的没有比外邦人好多少 如同你们的祖先不断的被先知责备 因为我们的祖先的行为 这个跟索多玛 俄摩拉这两个罪恶的城市 没有差多少 所以索多玛 俄摩拉的结局是两个城都被神毁灭了 百姓都灭亡了 那我们为什么还没有绝子绝孙呢 我们历史历代都在得罪神 那都是因为神给我们留下愚种 所以我们真的没什么好夸口的 我们应该要用一个谦卑悔改的心来回应上帝 三十节保罗就准备要做一个结论 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 反得着了义 就是因信而得的义 那这边讲外邦人本来不追求义 是说他们本来并不是在追求 摩西律法的这些义 那但是他们后来因为 接受了因信称义的旧人福音 他们反而就被神称为义 而得着了义 相反的三十一节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反而得不着律法的义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求 只凭着行为求 以色列人历史历代都自以为义 都想追求摩西律法上的称义 但是却永远得不着摩西律法上的称义 保罗说为什么缘故呢 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来求上帝的义 只是想凭着自己的行为来求在上帝面前 得以被称义 好让他们自己自以为义 但是人若想凭着行为来求律法上的义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人都不断在犯律法上的规条 因此呢保罗就说他们就正跌倒在那绊脚石上面 什么绊脚石呢 就如经上所记 保罗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四节 二十八章十六节 我要在西安 就是耶路撒冷 我要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上帝故意在西安 故意在 这个上帝 这个圣殿所在的一路撒冷 让那些 不断来到圣殿里面 想透过行为称义 献祭称义 这些外在的行动来称义的人 上帝就故意在 这个西安放一块 会让他们绊倒的石头 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不屑 耶稣基督 愿意救悔改的罪人 使他们因信被称为义的这个福音 他们不屑 这个救恩 所以他们反而会嫌 耶稣基督的这个 救恩的信息是 他们讨厌的 所以他们就因此 这个觉得是一个麻烦的绊脚石 他们就因此 就扑倒 而被神定为有罪 相反的另外一种人是愿意信靠上帝 所恩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救人的福音 那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他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福音救恩 承认自己有罪 反而得着赦免 被神算为义 透过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见保罗 他列举许多 旧约的这些 罪证 来提醒 也是来责备 硬心不悔改的 他的以色列人同胞 从旧约 种种的历史来看 神是一直在怜悯 我们给我们机会 而我们如果一直想靠行为称义 我们以色列人早就绝子绝孙了 不可能还有以色列人存留到现在 这都是神留给我们的鱼种 因此呢 我们应该要像外邦人一样 把握听见这个伟大的救人福音的机会 正面的来回应神 而不是想靠自己的外在的行为 肉身的条件 因行为想要称义 这个只会让我们被神隔绝 福音 耶稣基督的福音 就会成为我们这些 自以为义的人的绊脚石 使我们完全跌倒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赞美你 求你让我们永远有一个 谦卑依靠你的心 主我们知道 主我们没有办法靠行为来称义 我们只有信神的救恩 信神的赦免 信神的扶持 信神所赐的荣耀的新生命 我们才有办法 因信神而行义 而来荣耀你的名 恳求主 让我们一生一世 紧紧抓住 你那因信 称罪人为义 伟大的福音 领受圣灵所赐给我们 全新的生命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